在化学界,有一种被称为死神的非金属元素 曾经有不少科学家为了研究它,甚至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就是这样一种含有剧毒的元素 却广泛存在于我们身边,并且还分布在许多人的饮用水中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原来这种非金属元素就是福 它不仅腐蚀性极强,而且化学性质极为活泼 几乎可以与元素周期表的所有化学元素反应 最关键的是,这种元素还含有剧毒 一旦大量与人体接触,后果根本不堪设想 可实际上,平常我们刷牙用到的牙膏中就含有剧这种物质 有人可能会好奇,这样做不会增加我们中毒的风险吗? 其实不然,因为在牙膏中加入适量的副 不仅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,还会对我们的牙齿有益 这些适量的副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牙齿,防止取齿的发生 不过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,倘若副元素摄入过多 那后果也是相当严重 除此之外,在我们喝的饮用水中,其实也存在适量的副元素 它对于防止蛀牙也有一定的帮助 不过在一些地区的地下水中,因为含浮量过高 长期饮用却可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伤害呀